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好 今次我们来到三一与上帝国的第二讲 上次提到我们今次第二讲 我们就会讲一下 莫特曼对于基督教神学传统里面的一个观察 就是说我们好像在基督教神学传统里面 三一轮有它一个非常核心的重要性 但是我们又好像另一方面 我们又向来存在着一种对三一轮神学的忽视 就是说好像我们上次讲 我们一方面强调三一轮的重要性 但是另一方面 在我们平时的教会生活里面 真是很着紧三一轮的人 其实又好像不是很多 莫特曼就认为 这个忽视可能是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去组成的 但因为时间所限 它本书里面有多几个不同的因素 我就选了其中的两个 就在今次里面和大家的理由简单分享 莫特曼就提出了 第一个让我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三一轮的原因 就是来自于我们作为人 我们没有办法去经验到一个三一的上帝有关 莫特曼就说 就算我们的信仰如何讲求理性 逻辑 论证的基础也好 信仰作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其实我们不能够将我们的信仰完全去脱离我们自己的信仰经验 就好像一个十八世纪的神学家斯莱玛克所说 他就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一种真正的敬虔要是什么呢 这个真正的敬虔应该要是一种跟我们的经验息息相关的东西 斯莱玛克就说 我们要怎样去知道我们对上帝真的有一种真正敬虔的信仰呢 答案就是我们要自己能够经验到我们对上帝有一种绝对依赖的感觉 也就是说在我们自己自觉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当中 我们不单止只是要在头脑上去认知上帝就是我们作为人的源头和基础 以继续我们不只是认知而在经验上我们也要有同样的经验 我们要经验到在我们的存在里面 我们是必须要绝对地依赖着上帝的那种感觉 就是用广东话来说 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有一种真正的敬虔 就是说我们要真切地经验到我们作为一个信仰的真理 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上帝我们就是零了 摩德曼就认为 士来马克的这个神学的想法 这种要将信仰和经验联系起来的说法 就很容易会让我们在信仰上面忽视了三恶伦的重要性 为什么呢? 因为人的经验本身是有限制的 而我们在我们这个有限制的经验里面 我们只能够在经验里面去感知到 其实这个世界当中有一个至高的上帝 而无法从一个经验的层面 我们去找到或者知道上帝会是一个三一的上帝 就是说从人的经验来说 你感受到一个创造主 至高的上帝 他是创造一切 主在一切 就是救助一切 根深一切 就是这些是没问题的 就是经验的层面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我们永远都无法从一个经验的层面去感觉到 哦,原来这个世界有一个三一的上帝 就是圣父是上帝 圣子是上帝 圣灵是上帝 但是这个世界又不是三个上帝 但是只有一个三一的上帝 摩德曼州说 从经验的角度来到去理解我们的信仰 我们只能够去找到一个叫做基督教独一神的上帝观 就是我们会找到有一个上帝 但是这个上帝本身是怎样再分为三个位格 各个位格之间又是怎样呢 这些就超越了我们自己经验的范围 我们是没办法从经验的角度去找到一个三一的上帝 接着摩德曼就提出了 我们常常忽视了三一轮神学 还有第二个理由 就是说到我们作为人 在我们的信仰实践上面 我们其实是不需要一个三一的上帝 意思就是说 摩德曼有观察 三一轮神学在我们的信仰实践上面 其实是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 正如我们好像曾经有些人都会这样想过 我听些人说 什么三一轮神学那么复杂 虽然听完我也不明白 但是我们又会想 其实我不明白 是不是真的做不到一个好的基督徒呢 摩德曼有提出 这种尝试去尋问三一轮神学和我们基督徒 能理生活的关系的一种想法 就来自一个同样都是生活在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想法是很接近的 康德的哲学呢 就用一种你的想法 你的神学思想 能不能够提升人的道德实践 来作为一个标准 来判断 就是圣经啊 教会传统啊 甚至神学本身的价值的一个标准 你的神学 你的想法 你的教导 你的传统要有价值呢 你要是一种 对人的道德实践要有用的 你要可以提升到人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呢 那你才是一个叫做合法有效有用的教导和解释 因为康德来自一个对人的理性呢 就是能力抱持一个很大期望 非常正面乐观的时代 就是一个我们现在叫做啟蒙时代的背景 他们就认为人是可以单单靠着自己的理性呢 就是在道德的实践上面去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所以对康德来说 其实这个世界是不需要有三百个上帝 康德就认为 这个世界只要存在着一个独一至高全能 并且最重要的是 他会在末日审判的时候 他最终是会上善佛恶的上帝 这样呢 其实就已经对人来说是很足够的了 意思就是 康德就说 我们要提升一个人的道德实践 令一个人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这件事情上面 上帝到底是一个位格 还是三个位格呢 对于那个人来说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这个上帝 无论他是七个位格 还是十个位格 最重要的是 他有一个能力 要在末日审判的时候 对人作一个公义的审判 他那种上善佛恶的能力 能够鼓励或者威吓人 去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其实这样就足够了 这个上帝到底都有几个位格 是不重要的 是无关系的 所以 莫特曼就认为 对了 从康德的这个观念 引申出来的基督徒伦理观 其中很大部分 就是说 这个基督徒 他是所谓 背向上帝 而面向世界 他背向上帝 以至他知道 自己 在这个世界当中的参与 他在这个世界当中的 基督徒伦理的实践 最终是会由他背后的上帝 来審判 他知道 他背后的这个上帝 是一个上善佛恶的上帝 但是也正正是因为 上帝在他的背后 一方面他看不到 另一方面就是 到底在背后的这个上帝 他是有几个位格 对这个基督徒来说 是不重要的 也是无关系的 所以 简单介绍了莫特曼的两个观察 有个小小的总结就是 莫特曼他尝试去提出 我们在基督教的传统上面 好像有一种对三一轮神学的忽视 其中总共有两种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来影响我们 一个是经验层面的问题 一个是伦理实践的层面问题 第一方面就是说到 我们作为人 在我们的限制之中 其实我们经验不到一个三一的上帝 第二 同样也是 我们作为人 在我们的伦理实践上面 其实我们是不需要一个三一的上帝 不过 可能正如我们很多弟兄姊妹 听到这里 你应该都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 那我们的信仰 是不是一定要经验到才是真的呢? 另一方面 我们又会另一个角度去问一个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的信仰 是不是要很有实用性 才是有价值 有意义 甚至是有功能的呢? 那我们说 哇 我感觉不到 我不需要 那 跟我们根据圣经的启示 去问一个我们所信仰的上帝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上帝 他是否一个三一的上帝 整件事是否真的很没关系呢? 下一讲 我们会开始分享 即是莫德曼自己的看法 莫德曼就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到开始 去探讨一个关于三一上帝的问题 这次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